所谓的在马总统任内 想要达到所谓的 渐进式的和平统一 大概也无望 因此老共究竟怎么样看待 时间点是站在中国那边 还是在台湾这边 当然即使他有说 但我还是强调 对台湾的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来说 他至多就是 四年都会有一个调整的情况 所以很难去界定 他那个时间点在哪里 因为这时间点 从战略的态势上来说 是对中国是有利的 对吧 它的经济发展各方面 它都很有利 从战略态势来讲 它是有利的 但是对处理 具体台湾问题的时候 那就不是主观意愿 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中间有很多 待会附作都会强调 就是国际的因素也有 台湾本土本身的因素也有 政治生态的发展 有很多的变数 是中国它无法 主观意愿就可以达到的 有很多变数 不要说是中国 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预计 未来的政治生态的情况 当然 对吧 就像你说的 就算是个别少数的将领 是鹰派想打 整个解放军也不见得能够认同 整个解放军认同 共产党也不见得能够支持 就算共产党想打 整个国际社会 还有台湾内部的环境 也都是一个非常 动态的一个变数 可是林老师 我想请教您 大家很担心 就是这样子一个谈话 好像反映出来 部分包括解放军 跟党的人士 对台湾整体发展的不满 对中共来讲 它对台湾 其实已经失了很多的好处 包括你要MOU 我也跟你签了 然后呢 马上就要跟你谈ECFA 然后呢 你说要大陆观光客 它也马上都给你了 然后你看到说 它给你这么多的大陆观光客 高雄你还是放热比亚 你还是找达赖来 换句话说 中共的掠师小会 显然没有得到好处 反而我们看到 陆委会的整个民调 都是台湾在支持 维持现状的人数 还是维持很高的比例 然后这个维持现状 然后慢慢统一的人数 再下降 维持现状以后 慢慢独立的人数 有略增 老共是不是迫不及待 我们不要忘了 去年2018年的6月 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 明教授 严学通公开道歉 因为他当时就是代表 一部分那边政策的 设想人的意见 他说从200年 阿扁当总统以后 他就不断预言 2008年以前 两岸必须打一仗 他公开道歉 我们也不要忘了 一年两年以前 有位少将 也是少将 跟罗恩一样 不是中将或上将 朱成虎 他用盒子威胁 之后他声音就没有了 所以应该 罗元的讲话 反映有一些人的想法 那这些人也许 想要有成绩单拿出来 也许想要表现 但是呢 最后拍板的不是他们 最后拍板是中南海 中南海经过十多年 跟台湾打交道以来 归纳出一个原则 他们没有讲 我讲 就是买台湾 比打台湾便宜 而且容易 买台湾比打台湾便宜 而且容易 对 因为你打台湾 代价很高 是哪里 不是钱 第一个 你即使用精准的武器 打我们的雷达 台湾人口这么密集 不可能没有 叫做collateral damages 不可能没有伤亡的 那么1947年2月28号 当时国民党杀了人 最后呢 50年以后 失掉政权 北京非常清楚这个教训 第二个 你打台湾 即使精准武器 也会迫害台湾的经济基本措施 所以那就表示说 打完以后 你要花钱 把这个生金蛋的额的 健康恢复 那么所以他们觉得用军事 是最下下的选项 第一个 第二个 由于中国的军力的 经济力量的崛起 外交力量崛起 他现在有更多的方法了 这军事以外的方法 我叫超军事手段 所谓的三战 不过是媒体心理跟法律战 他还有经济 还有文化战 还有宗教战的 马祖 还有这个那个果农战 多得不得了 他为什么要去下策 说不通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就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 江泽民当时 虽然没有拍板 最后的时间点在哪里 可是不断地在讨论 开始是2007 后来不耐反叛 2002 后来说2010 最后他走的时候 离当时的这个 有一个将领 转述江泽民说是2020 但是从来没有拍板 胡锦涛上来以后 从来没有提过时间表 是 我相信以后 即使习近平上来 也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提时间表 对他们不利 第一个 你提了做不到 你的权威上市 第二个 你要提 你要硬干 刚才讲了很多负面的 效果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现在不希望统一 为什么统一了以后 会引起其他的省份的要求 要跟台湾一样要选举 他们吃不消 所以现在他要统一的话 对他是消化不良 因此北京已经心里面很清楚了 就是慢慢来 是 慢慢慢慢用无形的力量 把台湾跟中国大陆 在社会和文化 和经济上慢慢慢慢合在一起 就是等于是没有痛的 达到他最后的目的 不过林老师 我请教你 我们看那个 袁宏斌最近蛮红的这一本书 叫做台湾大劫难 在2012 他的论调就是说 2012是胡锦刀必须交出政权 因此这会有一个 很敏感的一个时间点 同时台湾在那时候 也要再次的选总统 所以那时候台湾会有大劫难 当然我们在之前也看过一本书 叫1995论八月 事实上大家说 没费没费 可是我们来看 它里面有引述一个东西 叫做邓小平的机密遗嘱 当然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没有被证实 可是他的论述 其实是有那么点道理 我们来看看 在袁宏斌他的书的第68页 有讲到邓小平的机密遗嘱 曝光了 其中针对台湾的关键是说 现在包括共产党内跟党外 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 自由化分子都沉存运动 说我们要来学习 所谓的台湾经验 居然还有人劝共产党的高层 要来学讲经国 要开放党境 所以台湾问题 将会让共产党百倍的警惕 台湾问题的解决 不只是所谓的社会主义 在中国的生死存亡 更是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他们的讲法是说 台湾的问题 是一把刀插在中共的心脏上 一定要解决 不解决不行的 那怎么解决呢 台湾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有所谓的租约 到期了香港现在就还给中国了 但是台湾没有逐约 没有条约 越拖对中共越难解决 台湾问题这是最关键 台湾问题要在胡锦涛同志 两届任期 两届任期也就是2012的任内要解决 不要超过2012 希望党的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 也是在2012 2007年举办第17次 5年举办一次 然后希望18次全代会的时候 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庆功会 大概很难去证实 这样的遗嘱 所谓的袁洪斌这本书的这样子的谈话 是真还是假 可是如果我们跳开来 这样子的论述在中国有发酵起来 就是说一定要在胡锦涛任内 相当程度解决掉台湾的问题 林老师 据我所知 胡锦涛跟以前的人完全不一样 他对于台湾问题没有急迫感 他也晓得 时间是站在他们那边 不只是经济 最近外交上靓丽的不得了 我刚才你们提到 哥本哈根 现在北京是站在世界的前面 而且美国是跟着他 所以他为什么要出此下策 没有必要 这个罗元我相信他也有一点想要做得好一点 有点表公的心态 但是我们以前也看过类似的少讲很多 最后北京并没有拍板 北京对台湾的做法是一个累积的经验 那个一定要学到就没有放弃 我相信这个会 取决于哪里 取决于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况 如果他是稳定的 大体稳定的 他这个方针会持续走下去 就是现在胡锦涛说的 争取台湾民心 然后慢慢慢慢把台湾吸附过来 对他是最有利的 是 是 不过领导师我请教 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 究竟是对中共有利 还是对台湾有利 我们刚刚谈到 路委会的那个民调 似乎台湾在玩两手 我要你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帮助 可是在政治主权上 越来越多人认同 台湾是应该要主权 有别于中国大陆 路委会有两种民调 一个是理智的表现 一个是情感的表现 理智的表现是非常稳定 从1992年一直到今天没有变 就是同都 那么大多数人 那么大多数人 有些人 他叫薄 有些人 有些人